第八十一章财大气粗 神圣宝药一株 错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房市中传来一句话 引发 大批修士冲上去围观 多数都是商萌成员 眼神灼灼望着一株碧绿色的奇异小草 长有八片翠玉叶子 晶莹剔透 玉霞缭绕 都能感受到旺盛的生命本元气 这是什么宝药 好浓郁的生命本元气 但是我觉得 和神圣宝药还有些差距 宝药通灵 自主内敛生命精华 有些时候观之不透 一些人议论纷纷 君天顿时眼热 因为万物元体蠢蠢欲动 此物应该可以助他撕裂关卡 完成重大突破 我说店主 你有些不地道了 老六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挤了进去 肥大的身躯像是一座肉山 挡住了众人视线 满脸的横肉 一看就不是善茶 老六上来劈头盖脸指着老摊主 道 这分明是八叶碧玉圆草 少去的一片叶子被你吃了不成 老摊主老脸微红 嚷嚷着 虽然不是九叶碧玉圆草 但也是难得的奇珍异宝 你买回去花个几年时间 完全能孕育到神圣宝药领域 你说的笔倡的好听 要孕育出神圣宝药 有很大概率失败 另外什么几年 没有数百年的积累 怎么可能孕育成功 老六信心十足 劈头盖脸上来一顿训 七嘴八舌说了一大堆 嘴巴像是炮仗一样噼里啪啦的 他将八叶碧玉圆草贬的一无事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灵药大师来了 附近的围观者顿时大失所望 骂咧咧的离去 老贪主顿时急眼了 不过眼前的大胖子不好惹 绑大腰粗的 满脸横肉乱颤 特别还跟着一位虎背熊腰的黑脸巨汉 正攥着铁拳凶神恶煞望着自己 气场足足的 我也不和你磨蹭了 十斤灵胎时 我勉强收了 去去去 一边去 贪主差点脸绿 虽然这不是真正的神圣宝药 但价值上来说 绝对不低于五十斤灵胎时 毕竟他有概率孕育成神圣宝药 老六满嘴唾磨心子 嗓子都快哑了 才将价钱砍到四十斤 老六觉得价钱还算公道 准备将家底子掏出 再加上象龙的火灵米 应该能顺利下 帮助军天修成万五元体 对抗精力 啪 老六正在凑钱的时刻 一个兽皮带落在摊位上 带口喷土滚滚能量潮汐 霞光万丈 亮瞎了附近路过修士的眼 正位爷 老摊主惊喜无比 望着迎面走来的黑衣青年 激动的将兽皮带打开 五十斤灵胎时 一斤都不少 你 老六双目怒争 盯着傲慢走来的惊人吧 差点没忍住一拳头砸在他脸上 费了大半天的劲才压低了价钱 结果有人前来截胡 换做谁都忍受不住 金元霸目空一切 折扇趴的一下拍在掌心 冷笑一声 穷鬼 围有灵胎时在这里瞎转悠什么 滚一边去 老六满头金金爆起 但是被军天给拉走了 不想在房市里面招惹是非 将龙愤愤不平离去 金元霸也太富有了 完全不讨价还价 上来就扔出50金灵胎时 简直是个土财主 天啊 惊呼声传来 在中心区摊位上 蒸腾着滚滚黄金神灰 像是一片生命海眼开启 外泻的能量浓郁的都化不开 简直要形成液体 那是什么 摊位上摆放三个玉瓶 每个玉瓶都流淌生命精华 黄金灿烂的 而玉瓶之内 有龙眼大的神叶 闪闪发光 虽然仅有一滴 但却犹如金色小龙在瓶内游走 喷吐云霞 精气澎湃 引人瞩目 君天顿时眼红 这与瓶内的神叶非常离谱 像是浓缩的万物精华 沉淀着相当稀有的物质 肯定可以延年益寿 君天认为 地水不仅可以修成小城的万物原体 对于大城都是精士奇效 这是地水 哪里挖出来的 走了什么狗屎运 老六都吃了一斤 这是绝世宝地才能形成的宝贵神叶 浓缩着巨量的大地精华 可以强盛气血 改善体质 最主要的是能完成脱胎换骨 这就是地水 号称能脱胎换骨的精士奇药 周围的人纷纷眼红 三滴地水称得上天价了 不过中心区的摊位 都是各大顶尖商门开设的 谁也不敢动歪心思 地水 绝对是顶尖的修炼资源 在军阀世家都稀缺无比 此物的价值相当昂贵 每一滴都要200斤零胎食 你疯了吗 怎么不去抢钱 是啊 我前些年参加一次拍卖大会 顶贴了150斤 你竟然敢卖200斤 我说店主 你也太不地道了 150斤我要了 一些天人尽得修饰抓狂 200斤零胎食是什么概念 富有的天人都买不起 今天的面皮略微抽搐 攀主底气强硬 深知宝藏区开挖 各族已精赋得流油 现在正是坐地起价的时刻 200斤 我都要了 金元霸文训赶来 肉身命轮开启 宝光滚滚冲销 里面不仅有黑暗战车 还有一口黄金大功 青色宝扇 闪烁着赤盛神光 焦香灰映 老六直呼变态 他的眼睛差点被刺瞎 黑色战车先不提 另外两件秘宝的价值 也非同小可 同样是秘宝库出土的古老器物 妈的 金家真的是发达了 豪横的不行 随随便便都能寄出几件秘宝 就是老子辛苦了那么长时间 连根毛都没弄到 有人在心里怒骂 谁不知道北极金家走了大红运 在镇园洞天如履平地 强占了诸多造化地 赚取了取之不尽的财富 事实上 若非军天将消息捅出去 金家和皇家族已借机翼飞冲天 掌握金氏的底蕴 金元霸左拥右抱 他就是喜欢炫耀 否则绝对不会大庭广众之下 打开肉身命轮在这里先摆 我现在的灵胎石不够 明日会把灵胎石凑齐送来 地随我先拿走了 你觉得如何 金元霸眼红三滴神叶 但也清楚的水价值昂贵 以他一己之力很难吞下 决定立刻联合金利 将地水全部吞下 贪主非常豪爽 相信金家的信誉 当即就点头答应了 展开 你这个穷鬼 金元霸刚转身 背面前的大肉山被吓了一跳 他瞪着眼睛怒骂 脾气非常不好 事实是 这位爷 您请 您请 老六点头哈腰的 像是在恭送什么大人物 惹得金元霸嘴角一咧 抖了抖秀袍 扔出一块灵胎石 赏给了老六 过曹 附近的人毁之晚已 早该如此 他们也上去巴结讨好一二 平白无故得了一块灵胎石 不相吗 这狗日的老六抱着灵胎石观摩了一会 脾气暴躁 骂道 他给我的灵胎石 里面的能量都快空掉了 这小王八独自 也不怕出门坠战车 但是不管怎么说 金元霸灰金如土 背后跟了一堆马匹金 一个个嘘寒问暖 端茶倒水 将这座金山围在中间 夜幕见铃 黑色战车滑破黄昏 驶向地平线尽头 摇曳下一片灿烂光泽 惹得房市门口的人羡慕不已 黑色战车在夜色中仿佛巨大的神灯在燃烧 气息越发的可怖了 仿佛一片黑色铁水在汹涌 一路上赶往矿卖区 金元霸在战车内 品尝美酒 玩弄美人 惬意无比 嗯 他脸色微沉 披散得发丝乱雾 眼底杀出冷光 望向前方迷雾重重的河山 觉得有些不对劲 什么人 金元霸猛地站起来 神情冷酷 如山四月 能看出战力强大 吼声如惊雷 震散了前方的迷雾 看到一位背负巨贱的少年 是你 君天 金元霸俯视着立在大山上的少年 感到不可思议 金家的通缉犯就在眼前 貌似在这里等待自己 君天身形挺拔 面容清秀 向前迈步走来 你大胆 金元霸虽然不清楚 君天有什么仰仗 敢敢在这里猎杀自己 但他绝非等闲之辈 特别古战车隆隆而名 像是化作一头太古巨凶 向前扑杀 事实上 金元霸看似在碾压 实则他在逃跑 担心君天背后有什么强者 想要回去搬救兵 空谋 长空都炸开了 古战车神光滔滔 震散了大片迷雾 横空向前时刻冲销而起 只不过 这四年八荒 十八根大旗烈烈作响 洒落下来如海的符纹 短暂时间覆盖在古战车上 将旗压盖下来 不好 金元霸脸色惊骇 飞出了古战车 同时他的双臂瞬间画动 面前浮现出一座大跃 紧满高空 微额沉浑 压力磅 震山映 金元霸的战力飙升到极致 演绎的山岳光辖万丈 他将其推动起来 气势一时尖狂霸无匹 欲要镇压军天 东 军天迈步向前 他在长空 发出沉温的阴结 他一步接着一步 每一步他从都伴随着巨大声响 似乎大地在迈动 接连九步走出 地动山摇 沉温滚滚 大地都崩出了数不清的大裂缝 蔓延出了很远 空梦 这是一幅恐怖的场景 一只黄金大脚从天而降 踩爆了金元霸推动的金色大山 向着他的头顶铺天盖地镇压 军天复苏了破烂战衣 神情冷酷 如霸王横空 脚踏河山 第八十二章万物元体小城 而敢 金元霸双目怒争 他是什么样的人物 金家的嫡系 更非常好面子 岂能允许被通缉犯踩在头上羞辱 翁 他通体释放出赤胜的光芒 身躯似乎形成一座巨月 双臂接连斩动 不得不说此人抵运魂后 短时间凝练出九尊大月 镇压 金元霸大吼 九月横在高空 像是九条巨龙盘踞在天地间 震荡出震震能量潮汐 抵挡住金色巨角 且向着军天本体缓缓压来 咔嚓 天地都呈现了 九月横空 神力滔天 毕竟是镇山映 属于一门天尖秘术 极致复苏的关头 九尊大月都在合在一起 堵住苍穹 金天神晴冷酷 脚踏长空 那从天而降的巨大脚掌 遮蔽了大地 压迫力经事害俗 空 巨大脚掌爆发出滔天光芒 闪烁着粗大的剑芒 一条接着一条 滚滚上万众 环绕着巨大脚掌 金元霸亥然 感受到模糊的神通波动 甚至他看到了泉印在绽放 璀璨如大星闪耀 照亮了整片迷雾河山 三门天尖秘术 金元霸金汉玉绝 他天部隶属于金家 军天是如何学会的 三大秘术同时间演绎 虽然没有金霄的绝代霸气 但也神威荡漾 宏大如冤般 笼罩这片小世界 老六按按惊叹 军天的悟性太吓人了 三大秘术合一 都能打出小半神威 当然军天的修行太弱了 因为神通圣法 唯有大人物才能发挥出 应有的威能 九座大月速速摇动 险些反压下来 震在金元霸的身上 但他终究不是等闲之辈 命轮觉醒 体质燃烧 活生生阻挡了镇压 你不行 军天的双目大睁 肉身命轮全面开启 战力狂飙 金色巨角仿佛 化作无上的金色炼玉 画出可怕的痕迹 轰猛一下子震碎了 九座大月 啊 一声惨叫 金元霸的天灵盖被踩得军裂 留下成片的鲜血 连同脖子都要断开 脑瓜子嗡嗡的 满脸都是鲜血 触目惊心 后 龙笑声传来 迷雾中走出一位小巨人 向龙姬火老六赠给他的天人符文 战力增幅到天人境 他身躯魁 像是蛮荒巨汉走来 浓密的黑发乱舞 铁拳砸在金元霸的后背上 进行雷霆偷袭 阿扑 金元霸壳出一大口血 背后火辣辣的疼痛 脊梁骨都断裂好几根 无比凄惨砸在地上 前胸都破裂了 向龙的强大吴龙质疑 昔日在黄鹰的控制住 沙发滔天 战斗经验无比丰富 剑在他小时牛刀 在演练合击战术 空 金元霸更为恐惧的是 泥土里面钻出来一个巨大的肉身 一屁股坐在了金元霸的脸上 这让他发出杀猪般的惨嚎 他的脑袋都要炸开 满脸都是鲜血 疼得都要死掉 当心 君天蒙的提醒 因为金元霸的小腹内 冲出一个青色宝扇 迎风放大 舞动天风 漫天明雾激荡个不停 群山大跃速速摇动 呜呜 这是一宗顶尖秘宝 虽然因为年代久远 蕴含的神力枯竭许多 但威能也相当非凡 一道接着一道青色风暴 孤小间 大山都能吹裂 天人静的肉身都能崩裂 嘿嘿 不用担心 且看我的天罗地网阵 老六的大屁股坐在金元霸的脸上 十八根青色大旗闪闪发光 射出一条接着一条丝线 像是编织成巨大的星辰网 将青色宝扇给压制住了 军天金义 十八根大旗相当非凡 摩克凡凹的震痕 蕴含多种神奇功效 顶尖密宝都可以束缚住 当然 大旗动用需要消耗灵胎时 这短暂几个呼吸过去 竖精灵胎时已经耗尽 可见长时间运行损耗和等惊人 啊 你是谁 金元霸七力咆哮 从未遭受过这般羞辱 被三位围攻 被打得毫无还手的余地 脸上还坐着一个满脸横肉的大胖蹲 事实上 这般围猎与欺压 应该是金家的手段 但现在反过来了 啪 老六将他提了起来 一耳光抽在他流血的面孔上 骂道 你的小王八蛋 给爷爷一块灵胎时 还缺金短两 我让你炫耀 让你炫耀 我打不死你 老六恨透了金家 上来就是拳打脚踢 金元霸打得如同死狗一样 浑身都是鲜血 伤痕累累 嘴里发出怨毒的咆哮 你们完了 金家不会饶了你们 君天走了过来 脚掌踩在他嘴上 满嘴牙齿崩断 疼得他泪水滚滚 痛苦到了极点 像十赖蛤蟆在颤抖 给我说 天平起源台的位置在哪里 君天冷漠的话语 让金元霸毛骨悚然 他感到难以置信 君天怎么会知道 他们发现了起源台 这秘密在金家 唯有很少的一批人了解 他突然想到了宝藏区 秘密泄露之事 内心填满了恐惧 如果真的被君天暗中查出位置 恐怕第二天会举事皆知 他面容猙獰 非常硬气 瞪着君天 什么都不愿意说 姐姐 老六路出恶魔般的笑容 漫不经心取出一枚 接着一枚 黑色的铁钉 每一枚黑铁钉 都有今天的煞气 滚滚浓烈 像是定死过恶鬼 君天都觉得神魂冷嗖嗖的 要在时海内坠落 啊 金元霸的头皮都炸开了 恐惧到了极点 这是非常歹毒的七无神魂钉 如果定在人的神魂上 能体会到什么才是生不如死 人间炼狱 不 金元霸的神魂咆哮 他害怕到了极点 一五一时将事情交代清楚 他根本并不清楚天接起源台的位置 因为未曾参与过探索 但是他说出姓名 金利参与过 金利是金家的奇才 战力霸决 被金销为以重任 否则没有资格在矿卖区享受取之不尽的灵胎时 冲冠第七次脱胎换补 什么 金利已经完成了四次 如果这一次成功 就完成了五次 老六感到头大 金元霸不过完成两次脱胎换补 如此说来金利比他可怕数倍 这让军天都感受到了压力 不过他觉得万物元体小成 再配合破烂战衣 加上模糊的神通秘法 应该有与之资格一战 咔嚓 老六拗断了金元霸的脖子 灭掉了他的神魂 将他肉身命轮中的好货全部抖了出来 满地都是宝光 五颜六色蒸腾 璀璨夺目 太富有了 不愧是金家的嫡系 他身上竟然有六珠灵药 品质都是上品 这次真的是发财了 将龙紧握着金色公胎 喜不自胜 以他的臂力完全能拉到满月 爆发出粗大的神红 对天人禁构成威胁 三滴龙水 他们每人一滴 这可是脱胎换骨的保药 对修士的成长太重要 空 今天抽飞战车内的丽人 他抓向古战车 抹掉上面的印记 稀谁与战车沟通 感受到古老的威能 冥冥中可以听到大道妙音 古战车缩小 化作拇指大 落在掌心中 做完这一切 他们收走十八根正旗 逃之夭夭 三日后 在距离金家旷迈较远的区域 原始山林的深处 震荡出恐怖气流 茫茫领海都在摇颤 数不清的叶子都被震裂 赤热的身影盘坐在深处 宝像庄严 肉壳黄金 毛孔喷吐万物起源波动 投射出一片模糊的壮丽河山 轰猛 军天彻底爆发了 跨越到神藏近七重天领域 浑身辐射冲消神光 进而洒落下来 遮蔽了这片山林 化作神圣的金色国度 万物元提小城 军天身影飘在半空 身躯流淌炫灿金灰 像是形成了万法不清之光 环绕肉身运转 他全身光芒赤裂 有种难以正视的威严 阴姿勃发 气吞河山 东 降龙已经问鼎神藏近巅峰 绿大无穷 蛟龙盘身 轰出一拳 但触碰到军天肉身环绕的光滑 仿佛落在恢弘的大地上 太寻不到尽头 似乎距离军天很遥远 降龙大吃一惊 这是什么防御力 他的权益如同泥牛入海 唯有权力爆发才能临近军天 老六眼神怪异 军天掌握的好似是某种 惊天动地的体数 身躯如同浓缩的河山 若可被万法不清的光泽笼罩住 军天清楚 万物元体大城 内域一方小世界 仿佛一片星空般 宏大辽阔 战力不够强很难击中它 万物元体 囊括宇宙万物 会隆机体 大城领域 骨骼如山 血液如河 脏腑如月 皮肉如深空 可见惊人层次 当然 这一关很难修成 天人静才有资格展开修行 第83章攻打矿区 军天盘坐在地下洞府中 认真检查肉身 发现万物元体是小成了 但底蕴整合为一体 肉身更像是无底洞 事实上 军天的体制 已经进化为万物元体了 神藏进后续三个境界 每一关突破都困难重重 军天初步估策 修炼到九重天 大概需要200精灵胎石 当然至关重要的是 它全身的命轮 还没有全面的打开 毕竟无数个命轮展开成长 所需的资源太棒薄 不把这座矿卖断掉 天理难容啊 军天眼中猛光四射 现在它实力暴涨 有资格和精力较量 它们三个折服在地下洞府中 已经大体弄清楚这片矿区 不仅是最重要的资源地 同样周围地带的小矿卖 时不时有重要资源运送到里面 各类蜜料 五花八门的 应有尽有 蜜料蕴含神能 可以锻造蜜宝 这类矿卖相当罕见了 特别挖掘更为困难 按照我以往的经验 用不了多长时间 金家会有元老将里面的宝藏押送 运到金家族地中 我们可要抓紧时间了 老六整日作礼不安 他们再等一个机会 等待昏入矿卖区的时机 强攻肯定行不通 这里面的守卫一旦将消息传出去 不仅有性命危险 未来也极难再攻下这片矿卖 来了 他们来了 这一天的深夜 正在远处巡逻的巷龙 风跑到地下洞府中 规手招呼他们 道快 金家来了一辆战车 仅有一位天人压阵 哈哈 终于等到了 他们迅速冲了进去 远远看到一辆青铜战车驶来 上面还插着金家的大旗 威风凛凛的 没人胆敢截停该族的密宝战车 什么人 战车之上 一位天人目光很冷 望着前方拦路的蛮荒巨汗 怒到 眼睛瞎了不成 没看到是金家的战车吗 马上给我滚走 向龙背负公胎 像是在演练神剑术 巨型公胎拉开间 神红澎湃 天地摇颤 画出一道金色痕迹 像是闪电射向天人 你大胆 天人怒目原睁 谁敢攻击金家的战车 除非吃了人亡胆子了 空 陈红未曾杀来的时刻 一道身影欲见冲来 挥动金色犬印 轰隆一下子震在密宝战车上 砸得整座战车龙龙耳鸣 啊 天人惊呼出声 也被震得七荤八素 他感到不可思议 这是什么肉壳 都能打动密宝战车 简直非人类 今天的生命何等强大 一拳头震碎密宝战车的防御光照 紧接着 金色剑盲擦中 金家天人的半截身躯 火辣辣的剧痛 血流不断 他凄力低吼 你们想要干什么 胖爷要征用这辆战车 你可以下地狱了 大胖子从天而降 一屁股坐在天人身躯上 这让他发出痛苦到极点的哀嚎 觉得一座大山正在身上 肉身已经四分五裂 空猛龙 经理干净战车 老六驾奴战车 兄弟三人押送资源 冲向了山脉深处 何人 阵法内的金家护卫 金仪不定 寻视着战车内陌生的三位少年 冲天他们都以一荣服短暂改变相貌 但依旧陌生得很 冲天取出腰牌 冷漠道 我们是金元霸的随从 他命令我等前来运送资源 护卫检查了腰牌 虽然困惑 但清楚各方资源地 都需要将资源运送到矿区内 他也没有多问什么 就打开了阵法 驱空隧道开启 密保战车驶向里面 冲天他们对矿区很熟悉 莫不作升下了战车 跟着护卫腾越到矿井里面 矿井内的空间巨大 且有四通八达的矿洞 里面有大批神藏镜的修饰 正在来回运送各类矿石 这片空间 有数个巨大的石洞密室 里面存放的都是重要资源 时刻有杀阵运行 唯有龙巷镜修饰才能开启 入库 有护卫开口 每处资源地的各类镜像 都需要登记造册 以免有人贪污 一位老太龙中的紫袍老人走来 他扫了眼军天三位 皱眉 他刚要盘问一二 军天直接取出一枚玉瓶 审声道 霸人 这是金元霸少爷 让我转交给金利少爷的 说是他们事前约定好的 让我直接送给他 这么东西 紫袍老人惊讶 打开玉瓶顿时眼红 这里面有一滴地水 匠龙未曾使用地水 他准备踏入天人禁用来脱胎换骨 办这东西何等重要 这位老修士都眼红不已 想要吞掉延续寿元 金元霸少爷说 金利少爷在完成第七次脱胎换骨 肯定需要地水的相助 今天三言两语 顿时打消了紫袍老人的困惑 金利的确闭关到关键时刻 他恋恋不舍将龙水递给军天 命人带他前往密室区 请走在巨型矿洞内 军天神请始终冷漠 让前方带路的护卫经不住发毛 很快来到目的地 护卫刚要轻轻敲打石门 他突然之间毛骨悚然 因为有无形的力量钻入他的体内 震裂了他的心脉死亡 军天探出双手 按在密室上 以自身力道裹住石门 在没有发出任何声响的前提下 将密室推开了 军暗的密室中 烈火滚滚 赤剩一片 军天都口干舌燥 看向盘坐在前方 双目紧闭的古铜色身影 他的气息异常恐怖 体内时刻传来炸雷音 金利黑发披散 面目凶恶 浑身有暴力气息 面如刀削的脸上 充满了莫大的痛苦 第七次脱胎患骨 他已经冲刺到了最关键的时刻 不断吞吸灵胎时的精华能量 对肉身千锤百炼 毛孔都排泄出沸血 特别是 他的骨铜色强健机体 有些老皮在脱落 导致面目无比猙獰 军事着地面上的碎骨头 军天心情沉重 面前的男子非常强大 一代复苏堪称可怕的巨兽 站立凶狂到极点 完成八次脱胎换骨 更为离谱 军天在心里暗语 金利不过是第五次而已 以前都是简单的褪皮 弹不上完整的脱胎换骨 若能每一次完成 体质飙升 命轮长大 战斗力相当的凶悍 军天关闭了密室门 他小心翼翼接近 一步接着一步 每一步迈出都没有声音 同时军天储藏肉身精华 如同冰冷的铁块在前进 目前距离金利已经不足三步之内了 他有把握 再进一步 以最可怕的战斗力 将金利给生死了 谁 然而金利绝非常人 每一次脱胎换骨完成 可天地越发亲近 灵绝都变得非常惊人 冥冥中感受到威胁 他浑身汗毛炸力 眼睛当当睁开 迎面而来的古战车 暴涌出黑暗神光 滑破了虚空 撞在他的身躯上 啊 金利惨豪 肉身险些炸开 前胸崩出裂痕 毛孔喷射鲜血 五脏六腑都裂开了 大口可血 横飞了很远 空 军天刹那间出手 久被战力迎来复活 他都没有时间催动三大秘书 猛冲而来 拳头轰在金利塌裂的胸口上 这一拳砸得他流血的身躯猛烈颤抖 胸膛都塌裂一块 但不得不说他的体质相当惊人了 像是厉鬼在哭嚎 暴涌出最强的底蕴 挡住了致命一拳 你是什么人 金利劈头散发 双眸赤红 发出一声狂吼 整座密室都炸开了 且他腾起流血的大手 拍向军天的胸膛 杀 军天大吼 满身浮露闪闪发光 形成防御光照 同时他举拳向前轰杀 再一次轰在金利塌裂的胸口上 让其心脏猛颤 略开缝隙 军天也遭受可怕的攻击 金利掌力的汹涌 打爆了满身符文 震得他口鼻流血 不过军天未曾遭遇内伤 战力全力飙升 和金利狂野厮杀在一起 谁都没有时间催动秘书 轰轰轰 整片矿洞都在颤抖 两人正面碰撞 传出神铁交际之音 像是两口神兵在相互对砍 短时间激烈撞击十几次 吼 金利七利低吼 贵为金家的爵士天才 什么时候吃过这么大的亏 他身上被打出了不少拳印 流着血 反观军天 接连祭出十几套俘路 笼罩着身躯 阻截他的力量 未曾遭受什么伤损 我要活寡了你 金利七利咆哮 手掌残忍的撕掉浑身老皮 连同未曾全部退掉的皮 这让他的身影异常争鸣 像是流血的恶兽 杀 他大吼 浑身紫光暴涨 凶狂一拳爆发 要击穿军天的胸膛 军天谋如冷殿 满头长发乱舞 久被战力狂飙 彼此的拳印相互撞击在了一起 爆发出海啸轰鸣之音 矿洞都塌裂了小半 满天都是乱石 军天与金利彼此撞击 巨响连天 阵列了滚落下的巨大石块 化成结灰 但是让金利惊害的是 他的拳是压了上去 动辄能震死强敌 但攻击军天的时刻 像是隔着一片河山 即便是金利短时间杀穿了河山 但他的速度还是慢了一些 而立在迷雾中的少年 仰天大吼 拳头轰在他的眉心 将他的神魂都震了出来 沙 军天大吼 神勇无比 追向他的神魂 而背后古战车跟着滑破虚空 撞碎了金利的躯壳 打成一片血光 第八十四章 说果累累 啊 我的肉身 金利凄厉咆哮 壮若风魔 日游巅峰的神魂都在汹涌燃烧 暴力到极点 如同卧鬼要生吞了军天 肉身炸成血光 这太残酷了 特别金利这位金家的绝世天才 一切的底蕴随之化为乌有 他难以承受这般打击 虽然说 金利的神魂现在完整无缺 更有希望未来重塑破碎的肉身 但这需要剩要精华 花费的代价太恐怖 金家就算真的有 也绝不可能给他 后 金利发疯般的嘶吼 神魂燃烧出炼火 化作巨大的拳头 砸向军天 但是很可惜 任由他的神魂再强大 军天极致爆发领域中 目光如见 毛孔喷吐出血量的剑芒 将失控扑来的神魂斩成两劫 军天神情冷漠 本想要走过去封住金利的残魂 但他突然间毛骨悚然 鸡皮疙瘩都起了一身 像是被一头巨型的恶兽盯上了 内心填满了死亡阴影 快要透不过起来 不好 军天的脸色惊变 金利不愧是金家的心头肉 他的神魂都破裂了 但是魂体内蕴含一道可怕的杀法 这是大人物的印记 金红天的魂体看似虚幻 但它是欲物巅峰领域的神魂体 赤圣可布 演绎冲落魂宫 呼啸着恐怖的神魂风暴 毫无疑问 这是金红天在金利神魂中留下的 落魂供应记 在他遭受形神剧灭危险的情况之下 能闪电斑复苏镇守住金利的残魂 空谋 巨弓燃烧 以魂力为公开 神魂为箭矢 在虚空中划出一道可怕的痕迹 虚空都裂开了 展向军天的精神尸海 这是绝杀的手段 任由军天的战斗力在凶悍 面对大人物的神魂杀法 他额骨直接崩裂 魂体颤抖 使海都要毁灭掉 后 军天发出一声低吼 身形纵然间大变 像是化作模糊的金色公胎 无比疯狂一动身影 避开了迎面射来的剑芒 痴痴 尽管军天避开致命一击 但也被神光擦中身躯 他浑身猛颤 口鼻流血 痛苦窒息 觉得肉身都要破裂掉 军天披头散发 眉心流血 神魂都在刚才的震荡中忽明忽暗 怎么可能 金里的残魂发出颤抖的话语 金家的落魂宫是一门准天阶秘术 仅有极少数年轻人修成这门神魂大树 但是军天一个外人 不仅掌握落魂宫 更修炼得出神入化 否则岂能避开金红天的神魂印记的震杀 你是谁 到底是谁 金里情绪失控 他并不清楚这段时间金家发生的大事 他感到难以置信 金家高层莫非有叛徒 否则如何解释军天掌握落魂宫 我是你祖宗 军天面色冰冷 肉身流血 他走过去攥住金里的残魂 不顾后者疯狂的辱骂 将其封印 扔到古战车里面 做完这一切 军天身躯摇晃 他感到后怕 若非他掌握落魂宫 恐怕再劫难逃 未来猎杀金家小辈 当真要小心谨慎了 毕竟金红天能在他身上留下神魂印记 保不齐其他优秀后代 有更为可怕的杀法手段 杀啊 矿区全面大乱 喊杀声激荡在长空 大批挖矿的神藏进修士 封吼着冲向逆时区域 金家龙向进修士已经被困住了 当然这片矿区有一批天人作证 金家的龟孙 你六爷爷来了 想爷爷了没有 老六红着眼睛低吼 他将一切底蕴全面祭出 漫天都是符文 赤声燃烧 有剑符 火符 雷符 水符 山符 密密麻麻的符录 璀璨爆发 演绎出的沙发能对天人构成威胁 作战速决 老六大吼 满脸横肉乱颤 他们已经武装到牙齿 项龙浑身贴满浮露 像是巨大的神魔王手而立 不断拉动金色巨弓 杀出一道接着一道璀璨的神红 口 项龙已经狂暴了 蛟龙盘身 力大无穷 短时间生命力极限燃烧 疯狂拉弓上百次 形成一片接着一片神红风暴 撕裂长空 向前横扫 阿扑 大批的冲来的修士被撕裂身躯 强大的天人一时间都难以临近 许多人红着眼睛咆哮 心肺乱颤 这里可是金家的重要矿区 没想到有人混进来 大死杀戮 我不管你们是谁 天堂地狱 都没有你们的活路 有天人惊怒大叫 他们很难闯过去 与他们正面交手 因为密库区域 直接形成小型的符文汪洋 更有蛮荒去汗猎杀者 在燃烧生命源泉 暴射万道剑芒 讲杀爷爷 你们这群龟孙还没有到横镇压爷爷 大胖子咆哮一声 双手行云流水 弹射成片的符文 落在象龙身躯上 加持他的防御 攻击 一时间将其推动的强大绝伦 若壳都喷涂恐怖的光辉 杀 象龙也极为神勇 将巨公当作兵刃 头顶悬着青色宝扇 他狂杀向了战场中 身躯盘卧暗金色的蛟龙 狂杀而来 轰 一声雷霆巨响炸开 君天如会心横贯长空 照亮了昏尘的矿洞 他猛冲而来 朝市大开大河 向前镇压 天地粉碎 君天全盲凶狂 发肆乱舞 眸光四殿 打爆成片修士 君天 竟然是君天 有天人发出凄厉的嘶吼 眼珠子赤红如雪 谁也没想到君天胆敢反击金家 更要端掉他们的矿区 他难道吃了人亡胆子了 郑玉泉 君天大吼 燃血的发肆披肩 郑玉泉霸绝天地 连同背后冲出的黑暗战车 宛若荒谷蛮受横空压来了 撞碎大批守卫 君天举全杀来 全印无匹 打爆了十几位修士 连同一位天人都被他当场粉碎掉 公 整座矿区都在流血 巨大的井口都喷吐刺鼻的雪光 血腥气无比的浓烈 死的人终究太多了 成片成片躺在雪坡中 打死你个龟孙 大胖子从天而降 肉身巨大四山 一屁股正开还在坚持的数位天人 地面都呈现了 老六像是力大无穷的猛男 震得他们飞向远方 像是被铁山给击中身躯 几两骨都断开了 躺在雪坡中抽搐 啊 数位天人凄厉哀嚎 他们很难继续爬起来 更挡不住有备而来的三人组合 很快被残酷抹杀掉 死不瞑目 轰猛 忽然之间 封锁密宝库的十八根阵 其速速摇动 快要压不住龙向静元老 别管他 这个老东西受缘不多了 我们耗费生命力杀他根本不值当 今天将古战车复苏到极致 黑暗战车挤满天地 轰得一下子 震在被法阵笼罩的密宝库大门上 当即崩出一个窟窿 轰轰轰 今天接连推动战车 整整十几次的狂猛攻击 撞击的密库门粉碎掉 他像是打开了神藏空间 一片黄金耀眼的巨大密库 灵胎时堆积如山 合在一起更是震撼人心 今天大笑 总算是到手了 吞 给我吞 老六记出大号的储物戒指 疯狂搬运里面的物资 他从未那么痛快过 激动的都吼了起来 这完全在金家身上割肉 今天继续打开第二个密宝库 这里面盛放的是各类密钥神帖 当然量不大 仅有上千斤而已 不过足以锻造出几十件珍贵的密宝 今天迅速搬运 以股战车为储物空间 将龙在不断摸索天人修饰的尸体 他已经弄到上百斤灵胎石 数件密宝 还有部分灵药 收获很大 不好 我的阵旗快承受不住了 老六郎好一声 巨型密库里面还残余部分灵胎石未曾搬走 不过现在留给他们的时间很紧张了 不要了 都不要了 安全第一 我们快走 今天很果断 他们的收获已经足够离谱了 必须第一时间逃离现场 以免在阴沟里面翻船 妈的 便宜进家了 不过爷爷吃肉怎么说 也得给龟孙们留口汤喝 老六自我安慰 他大袖一甩 十八根大骑消失在密库中 被困住的老修士咆哮着杀出 他老脸猙獰 当看到满地的尸骸 以及空空荡荡的密宝库 眼睛一黑 硬生生瘫痪在雪坡中 死了 都死了 一个活着的都没有 甚至密宝库里面 就剩下部分灵胎石 其余的都被搬走了 怎么会这样 到底是谁干的 老修士悲愤的都要昏过去 衣袖卷走余下的灵胎石 咆哮着 什么都没了 一根毛都没有剩下 何人如此恶毒 要和我们金家开战吗 但是很快 老修士头皮发麻 金力陨落了 肉身被打爆 已经形神俱灭 金家损失了一位绝世天才 这是难以弥补的重大损失 第85章轰动天下 镇元动天之外 各大势力强者盘踞 亦有动天福帝高人盘坐在虚空 老一辈强者云集于此 气氛略显压抑 虽然动天福帝开启的时间不长 但时不时传来的消息 让各族强者纷纷叹为官职 出土的稀释资源 数不胜数 听起来都觉得目不暇接 什么神圣宝药 什么密宝库 什么重宝 什么矿卖区 什么藏金阁 唯唯想到这些 老一辈的垂胸顿足 暗恨是不待我 早生了五百年 一片超级遗迹 封存状态堪称完美 其真意宝频繁出土 一些年轻人已经展露头角 但因为经销这位霸主级的天骄 各方阴姐黯然失色 沦为绿叶陪衬 至今还没有起源台的消息 当年北极全面被冰封 起源台应该自主沉眠了 隐藏在某一地 是啊 镇源洞天保存完整 起源台绝对还在里面 可怎么就找不到踪影 起源台是举世最关心的事 天街起源台可以自主形成一方圣土空间 没有任何军阀不掩红 即便是各大洞天福地的强者 都心动不已 金洪天暗暗冷笑一声 我很抱歉 起源台早就被我族儿郎定位到了 与你们无关 也整天瞎惦记了 做不切合实际的幻想 金洪天似乎从丧子之痛走出 脸上带着如沐春风的笑容 他觉得用不了数月 金家就能彻底掌握住起源台 并且将其带回家族 如若一切真的顺利的话 金家的底蕴 会瞬间恐怖十倍 但不知道为何 每当金洪天想到族群未来的辉煌大时代 内心总是不由得飘出一个影子 一个双手执掌巨剑活批金元的神藏少年 一个宝藏区对他们挥手告别的吞霞少年 啊 金洪天在心里凄厉咆哮 眼神冷到极致 他认为 凡事过一过二不过三 金家总不至于还被霉运缠身吧 该转运了 震源果树也失踪了 顿入了大地下 这宗质宝古树也不知会被谁得了去 此言一出 这片区域沸沸沸腾的 震源果树堪称东神州 十大顶尖圣药之一 而三枚震源果 更是举世难求的仙真质宝 那毕竟是圣药精华 任何生命枯竭的老修士都能恢复到巅峰 更能借机开辟到家灵胎 当之无愧决顶圣药 依我看 起源台应该在震源洞天的主洞天之内 有人发出这样的言论 主洞天是什么 乃是一个洞天圣地最核心的区域 传说震源洞天的主洞天 乃是一种大道圣宝 价值无与伦比 属于震源洞天的最强审兵 主洞天 称得上洞天先府 举世没有任何强者不眼红 即便是个大洞天府地的洞天之主 打破头都想要得到 但问题是 震源洞天想要炼化 这基本上没有任何的希望 他毕竟承载震源洞天的传承 更是核心洞天 曾经断然有历代前嫌 日夜纪念 打下了很可怕的印记 那么唯有得到震源洞天的志强传承 震天应 才有希望得到洞天先府 金红天的脸色阴冷 骨头像是在被刀刮 皮肉似乎被生丝 他心痛到难以呼吸 昔日若非他拖大 让金家儿郎镇压军天 他亲子不仅不会死 五大天间秘术现在已经得到了 如此来论的话 得到了五大秘术 那么起源台 震源洞天 震天应 震源洞天三大传承都被他们得到 震源果树还算问题吗 当然是唾手可得 一旦掌握主洞天 到时候他们完全可以封印整座震源洞天 让这里成为金家的祖地 重现万古的辉煌 空 突然之间 金红天肉身摇动 大脑眩晕 差点从虚空中栽下来 周围的大人物纷纷变色 什么情况 现在的金家终究太耀眼了 而金红天是金家的主使者之一 又是金霄的叔父 目前各方正在拼命拉拢 想和金家攀上关系 现在的金霄战力滔天 他有很大的概率 继承镇源洞天的传承 未来的金家或许真的能一飞冲天了 金红天嘴角一穴 神魂不稳 非常难受 怎么会这样 神魂受损 说明其中一道印记被灭掉了 那么金家很可能陨落一位重要成员 他真的有些恐惧了 重要成员 金是战力金士的种子奇才 未来是要被族群为以重任的顶尖力量啊 陨落任何一位 都是不可承受的伤痛 到底是谁陨落了 金红天老脸难看 一时间想不通 老红 出了什么事 黄天雄问道 虽然两族合作失败 但在之前的合作谈判中 黄家得到部分灵胎时的矿卖地点 收获端是惊人 巧是 没什么 金红天白首 因为脑海里闪过起源台 他的状态瞬间好转 未来有了金士底蕴 什么样的奇才培养不出来 金家这是发什么疯 镇源洞天深处 一些修士被惊住 大批大批金家战队 放弃一片片刚打下来的地盘 像是疯了一样赶往外围区域 沿途中引起的动静太大了 一批批战队会合在一起 仿若黑色汪洋在咆哮 震天动地 引发了热议 即便是外围的防势区域 里面的修士心惊肉跳 远远望去 在地平线尽头 沙光滔天 震动了天穷 阵容太大了 啊 接连有吼声传来 传遍数百里地 吼得大地摇动 山越轰鸣 诗人不清楚遭受了什么样的损失 如同疯掉了 难道金红天又死了儿子 整整一夜都不得平静 金家条来精锐力量 一群元老怒发冲冠 眼角都快崩出了血 准势很大 虽然谈不上沉重 但问题是有人胆敢攻打金家的矿脉 这不是在老虎屁股上拔毛 到底哪个龟孙干的啊 天啊 金家的矿区被洗劫了 金力被斩杀了 谁干的 这也太疯狂了 金元刚陨落财多久 金力又被斩掉 金家接连折了两位爵士天才 金家的胆子真够大的 矿卖区仅有一位龙象竞阵手 不是胆子大 有我看金家想要一口气吃成大胖子 他们攻占的资源地太多了 根本没有过多的人手看管 消息宛若巨峰般轰动天下 各大势力都惊骇欲绝 洗劫矿区 这得需要多大的勇气 去面临金家的圣木 同样 这届时处碰到了各族的神经线 矿卖区是重要资源区 储藏大量灵胎石 但凡发出一丝意外 都白忙活了 外围区域激荡者 肃杀器 金家真的是炸裂了 他们虽然收获恐怖 但是那片矿卖区不同 最起码有三千斤零胎石 再加上各类秘宝材料 损失无比沉重 据说是一位俘虏大师干的 消息已经传到房市里 但目前难以锁定身份 就算金家开出滔天悬赏 也无处可查 说不说 在遥远的火山区 封闭的火山之内 老六挥着皮鞭 正在严刑拷打金利 想要弄清楚起源台的位置 他已经拷问了三天三夜 嗓子都冒烟了 但是金利的骨头太硬了 什么都不愿意说 空 火山内金气如海蔓延 一旦放开封印 金气足以形成大龙贯穿消汗 形成一副奇景 金天盘坐在灵胎石堆里 引动无量的精华能量 源源不断洗礼肉壳 即便他的身躯如同无底洞 但在如此强盛的能量贯注之下 全身命轮璀璨炽热 宛若群心囊括在肉身内 像龙都扎蛇 军天已经用掉了500精灵胎石 这是天文树木 以前他们想都不敢想 而老六更没想到 军天不过是神藏镜 竟然能消耗这些资源 简直堪称是吞金兽 空谋 吞金兽的修行动静太大了 体内传递出山崩海啸巨像 肉身似乎储藏一片金色汪洋 荡漾着可怕的生命精气 每一个命轮都在扩张 但开辟消耗的资源太庞大 堪称无数个吞金兽在啃石灵胎石 无数个命轮 如同一片黑洞在夺取能量 内部沉淀着金色生命精气 宛若神泉鼓鼓而涌 特别是 这些命轮诞生了一项 似乎化作模糊的山川 蒸腾着万物起源奥妙 每个命轮都似乎独特的小天地 这是什么怪物 精力都发出恐惧的吼声 望着修行的吞金兽 君天正在缓慢复苏 如同沉睡的至孙在转醒 让他控制不住在颤力 这是什么潜能 君天浑身毛孔 形似无数个命轮在燃烧 暴涌出璀璨光滑 似乎形成万法不清的光芒 环绕在君天的机体上 将其衬托的宛若先王转世 他通体光芒万丈 自得人眼睛都睁不开 当一系列命轮急刷刷震颤起来 恍惚奸化作一位黄金战神 傲视天穷 俯瞰苍茫大帝 怎么可能 精力恐惧发抖 信念彻底被击垮了 这真的是神藏镜 他感受到了无可匹敌的威压 像是金色彗星压在面前 太压抑了 十倍战力全面爆发了 君天浑身神艳滔天 透出无与伦比的战力 动辄可以击穿大山 毁灭一片河山 第八十六章开死腹中 君天看似宁静祥和 黑发飘舞 但是体内散发出令人心颤的波动 像是暴风雨即将倾盆而出 老六觉得君天肉身内 似乎储藏着海量的生命精气 为什么会这样 他从未见过君天的命轮 难道君天难道是特殊的天品起源者 生命起源无比古老 当今世上了解者少之甚少 它不同于命轮起源 一切能量都源自于肉身 源自于肉身命轮 肉身命轮 储藏在肉身之内 与君天的血肉之躯完全合在一起 他双拳紧握的瞬间 神力如狂风暴雨开始轻覆 震撼人心 命轮 吞霞 神藏 天人 龙象 现在君天已经站在神藏进圆满领域 再进一步就是天人领域 有一种 肉身命轮化天品的错觉 君天在心中默默低语 命轮可以进化 闻所未闻啊 除非可以搞到圣耀才将命轮进化为天品 但就算是动天伏地的绝世奇才 也无缘得到圣耀的培养 凡人久变 难道才是命轮进化天品的时刻 君天想到了什么 体质脱胎换骨 肉身命轮是否跟着蜕变 难以想象 祖上路为何废弃掉 君天不解 或许和未来的境界有关 然而他在这一条路渐渐走远了 对祖上路充满了无上的信念 君天已经神藏进圆满了 肉身命轮也圆满 天人静已经静在咫尺 咔嚓 君天挥动一柄通灵兵器 斩在手腕上 他的机体自主复活 全身命轮闪烁神光 透出的反阵力 阵列了顶尖通灵兵器 不可能 君天宁愿相信君天是天人 也绝不相信他站在神藏进领域 这种潜能真的让他感到绝望 普天之下水与争锋 老六惊叹 更担心君力被吓死 他怀疑 君天的肉身比王者霸体还要强盛 而王者霸体已经是举世无双的天赋 毫不逊色顶尖的天平起源者 比这类体制还要强大 他实在想不通 君天到底是如何修行的 老六发现君力变得浑浑噩噩的 心里防线全无 他猛的贴在脑门上一张黄色浮路 是海的神魂壮大 君力 告诉爷爷 天阶起源台在哪里 大胖子眼神可怕 冷悠悠的 攻入君力的精神石海内 虽然君力仅仅迟疑了一下 但精神却闪现而出 呈现出一片画面 哈哈哈哈 老六猛的一拍大腿 虽然仅是一片地形图 但这并不难找很快他们就能定位到目标 谋划更大的事 你这个耳棍 精力残魂颤力 活生生气的炸开了 他实在不愿意想象天阶起源台传出去 金家高层集体脸绿的画面 总算是搞清楚了 接下来闭关修行 君天盘坐下来 严读起源经 将龙一直在闭关了 他以地水助力 配合大量的灵胎石精华能量 准备完成一次脱胎换补 跨越到天人境 当当 火山忠实而传来打铁声 老六以宝顶绒练一大堆秘宝材料 取出一口银色大锤敲敲打打 开始炼制秘宝服录 以锤练秘宝的秘料制作的服录 等同于秘宝在短时间毁灭性爆发 杀伤力极强 当当 每一锤落下 似乎都敲死一个金家天才 不得不说 老六的动力太强大了 他的人生仅剩下复仇 至于他掌握的祖传经文 上面罗列的上万福禄的制作办法 里面的秘宝福禄不是最顶尖的 大道福禄才是核心篇章 大道福禄 能震杀大人物 当然要练之太困难 需要锤练重宝的神才 就算这些都具备 以老六现在的道行也做不到 时间一天接着一天过去 转眼尖快十日了 外围区域依旧不平静 金家在到处缩补真凶 核查身份不明的凶事 唠得怨声在到的 不管是军天 还是福禄大师 已经被列为金家的头等通缉犯 又是数日过去 各族暗暗奇怪的事 矿卖区被劫是天大的事 金销竟然没有做出任何回应 各方满安 金销已经消失了 莫非查到了起源台的所在地 查 清尽一切密查 各路军阀的掌权者不是善类 已经调动隐蔽力量 对起源台势在必得 各大动天福地位和高高在上 可以囊尽世间其英才 还不是因为他们有天阶起源台 特别有底蕴深厚的圣地 掌握两座天阶起源台 后 这一日 火山传来一声巨大的龙啸 震耳发聩 沉睡得像龙转醒 浑身噼里啪啦作响 老皮 碎肉 废血 残骨 脱落了一大堆 暗金色血脉迎来觉醒 化作巨大的暗金铠甲 笼罩着像龙 将他衬托得仿佛神魔般高大 哈哈哈哈 今天他们大笑 像龙身怀特殊血脉 一旦完成脱胎换骨 血统断然激发出神秘物质 改善体质 血脉传承 像龙发出激动的话语 他在血脉中扑捉到经文残片 老六心经 像龙的祖上曾经肯定走出过大人物 或许是绝顶强者 或许在漫长的岁月中 像龙祖上的血脉出现了断层 而这一带走出的像龙天赋异禀 故此激发出血脉传承 像龙又闭关了三五日 根基更为浑厚了 强大如也龙盘横 满腰金 像龙书里出经文内容 但觉得这篇经文 能以蛟龙九遍称之 这是什么经书 军天没有听说过 然而像龙言称 满腰金的极高 不是天人根本无法修行 军天吃了一斤 天人尽才能修行 据像龙说这篇经文 非常的逆天 更专注于血脉 嗡嗡 老六收获相当惊人 他炼制出十张蜜宝符露 闪烁宝灰 透着毁灭波动 多数是攻击类型的 军天抓起一枚银色符露 婴儿拳头大的小剑 一旦复苏化作银色剑胎 交织符纹光泽 可以跨越虚空斩敌 另外还有顿天符露 一旦启用 就能横渡万里之遥 老六的眼睛布满血丝 已经疲累到极点 还是无比兴奋到 可惜蜜料耗尽了 虽然才制作出十张 不过我现在的制作经验 大大提高吗 未来只要有足够的蜜料 就可以源源不断制炼制 蜜宝符露 怪不得强族诞生那么多天才 资源真的是太重要了 将龙感触很深 他消耗了百精灵胎石 再加上一滴地水 才完成一次完整的脱胎换骨 休息了这么长时间 该活动活动了 老六咬牙低语 天街起源台无论如何 都不能让金家得偿所愿 我出去打探打探消息 君天离开火山区 前往房市区域 今宵的失踪让君天寝食难安 看来计划要提升日程 他在房市区花费数百精灵胎石 买走了数株壮大神魂的灵药 这玩意太金贵 一株底的上石株灵药 金子迟早会花光 掌握矿卖才是王道 回归到火山区 君天的神魂短时间壮大到日游巅峰 探索力增幅数倍 不过要突破到运物领域困难无比 运物的神魂比日游强大十倍 许多顶尖龙象都不曾具备 小琴琴 由于神魂强盛 君天猛地探索到 小琴琴的状态似乎不太好 他已经沉睡很长时间了 没有任何的生命波动 和以往活泼的样子浑然不同 君天以神魂疯狂探索 发现小琴琴的生命体征 竟然虚弱了很多 像是要胎死腹中 有灭绝危险 君天尝试 以灵胎石的精华进行洗礼 但发觉意义不大 小琴琴陷入深层次的休眠中 任由他如何呼唤 始终没有做出任何的回应 必须要找到神圣保药 或者稀有资源 才能将小琴琴的生命挽救回来 君天的双拳紧握 也猛地回想起深渊区域 那片浩瀚的建筑群 究竟隐藏在镇源洞天什么区域 特别是里面有漂流的神秘影子 走的是生命起源的道路 或许是镇源洞天万捕钱的强者 他推测 小琴琴就是里面诞生的神秘生灵 第87章时尚最惨 赤红的大地 满目裂痕 岩浆流淌 温度赤裂 特别在深处 数百座火山耸入云霄 景象模糊 看不清具体画面 被雾霾笼罩 脚步声传来 远方的天地 茫茫烈火世界中 三个身影若隐若现 但却非常引人瞩目 因为他们三位的造型太过容易记忆了 肉山般的大胖子 黑发浓密的蛮荒巨汉 背负巨荐的少年 三人行 即便他们走在岩浆爆发的区域 都如履平地 现在他们正在向着外围区域走来 元老 火山深处走出来三位探险者 看实力应该不弱 火山区之外 有金家元老坐镇在这里 虽然长时间没有发现真凶的踪迹 但碍于金家的颜面受损 不得不大批出动 以此威慑各方 金家元老盘坐在黑色碾车里 身披五色神衣 神情冷漠 他闭着眼睛 语气淡漠道 叫过来审问一二 你们三个 快过来 得到元老准许 其中一位身穿紫袍的年轻人 背负双手 他对着军天 他们三个招了招手 像是在呼唤自家奴才 神情傲慢 当然 根本不用紫袍青年招呼 一行三人 已经向着他们走来 怎么慢吞吞的 动作快点 跑步前进 紫袍青年脸色微沉 大声斥责 态度之所以如此傲慢 是因为他们三个连战一都没有 一找普普通通 不是混进来的散修 就是普通家族的成员 金家贵为北极霸主 何须和这帮人客气什么 打一顿又能如何 你在叫我吗 军天身形挺拔 清秀的面孔 满嘴牙齿雪白 露出灿暗的微笑 他一袭黑色长袍 步履沉稳 来到紫袍青年的近前 一双清澈透亮的眼眸 徐是这位不可一世的金家天人 军天摇头 不过一个普通的天人 至于其他的都是神藏镜的修饰 不足为虑 当然 闭着眼睛坐在碾车中的老者 气血旺盛 他虽然是高龄的龙象 但这些日子被大量的灵胎实习礼 已经恢复到鼎盛状态 不是叫你还能是谁 你在这里瞎看什么 紫袍脸色很冷 觉得军天的目光有些肆无忌惮了 似乎对自己很不敬 他的眼底射出神盲 冷冽到姓名 年纪 出身 全部都被送出来 不要耽搁我们金家的宝贵时间 话音刚落 紫袍青年一脸的傲慢 退意摇了摇手中的战旗 飘动的金色旗面上 有相当醒目的金字 我原来是金家 军天掏了掏耳朵 一副欠奏的模样 围绕着紫袍青年转优 上下巡视 眼神越发的肆无忌惮 你在看什么 紫袍青年勃然大怒 抽出背负的长剑 觉得这小子欠收拾 别对我大呼小叫 军天摇头道 金家的天人 实力马马虎虎 还说得过去 当然你还不够资格和我对话 去把金销给老子叫来 你说什么 紫袍青年愣了愣 他都觉得听错了 一脸的惊意 盯着军天恶然道 你刚才说什么 什么不够资格 还金销圣子什么 附近金家的成员都满头雾水 他们也都觉得听错了 毕竟谁敢和金家成员如此对话 还让他们把金销叫来 这是吃了人亡胆子了 金销早就杀出了绝世雄威 就算是冻天福地的年轻英杰 在金销面前大气都不敢喘 区区三个野人算什么 唰 忽然之间 盘坐在碾车 穿着五色战衣的骚包老者 眼睛疏得睁开 射出可怕的冷光 直刺人心 他听得一清二楚 内心窜出滔天怒意 冷眸望向军天的时刻 面目表情顿时精彩无比 你 骚包老者的手指着军天 去体都在细微的颤抖 他认出了少年的面貌 正是金家的头号通缉犯 军天 他内心不由得腾起 惊天狂喜 身躯都在发颤 险些吼出声 我说 你没有资格和我对话 军天的话还没有说完 紫袍青年气得要炸开 直接抬起长剑扫向军天的面孔 然而 他的动作却无比的缓慢 身躯像是被山岳给压制住了 满身气血颤力 五脏六腑都要裂开 啊 紫袍青年痛苦惨叫 因为面前的少年太赤胜 像是沉睡的巨胸在缓慢转醒 身躯朦朦着万法不清的光泽 黄金灿烂 军天虽然神情平静 但浑身环绕着万缕神霞 将其衬托得强大凶猛 不好 一群金家修士脸色大变 军天通体的光辉越发的耀眼了 但随着无与伦比的压力 让他们颤力 肉身都要解体 他们感到恐惧 这是什么样的底蕴 缓慢复苏让他们都难以承受 如果战力全开足以横扫全场 老六泽泽称奇 和吞金受叫板 普通的天人完全不够被他碾压 军天在缓慢复苏 举手台族肩透着强大威压 肉身沉睡的能量爆发间 可以翻江倒海 这片区域都在隆隆作响 空 军天通体神力贯穿消汗 淹没了这片区域 气血滔滔 像是怒海在翻腾 伴随着沉闷如雷的声响 脚城领域的万物原体和等霸道 军天又神藏圆满 肉身命轮圆满 这一系列的底蕴复活 将完成三次褪皮的紫袍天人 硬生生镇压的跪在地上 啊 紫袍青年悲狂惨叫 难以承受军天体内游内而外的能量压制 更觉得是耻辱 但是他很难爬起来 越是挣扎 身躯越是崩出裂痕 肉身随时都会解体 军天 遭包劳者吼了起来 痛体神光如铺 惊得周围金家弟子都在颤立 竟然是这个沙神 但是现在的军天未免太可强大 空谋 糟泡劳者浑身气血滚滚 脑后命轮笼罩机体 像是一轮子日高悬 不过这辆碾车被一层银色的光幕覆盖住 闪烁着密密麻麻的浮路 交织成一座银色的巨山 压在碾车之上 逆保证山浮 能短暂制横龙向镜修饰 压制他体内神力 当然骚包劳者的境界不到家 这如果换作是徐庆他们 体内能量稍稍复苏 就可以阵列阵山浮 逆保浮路 紫袍龙向的命轮与肉身合为一体 爆发出最凶狂的战力 但依旧难以掀翻银色巨山 只能震得他摇颤 别动 否则我会打死你 将龙紧握着铁拳 满头浓密长发乱舞 眼神冰冷盯着骚包劳者 他紧握着黄金公胎 喷吐神光 混账 竟然是你们洗劫了我族矿区 骚包劳者面皮颤动 第一他确认了军天的身份 第二这浮路与矿区浮路气息有些神似 那么这说明洗劫矿区的就是军天他们三个 他试图想要冲出去 但根本没有任何意义 相反只能眼睁睁看着军天 抬起手避掉了家族子弟 老六兴奋咧嘴 换作平日里他们看到龙象掉头就走 但是现在有了密宝符完全不同 能制衡普通的龙象 空 军天抬起手即出古战车 这让骚包劳者大惊失色 他认出了兵器 失踪的惊人霸 竟然已经被他们斩杀 他有些不敢相信这一切 家族不是断定军天吞服了密钥 伤了根基 难以修醒了吗 黑色战车喷土光芒 将碾车吞了进去 逆宝符路和古战车合在一起 任由身穿五色侠义的劳者在挣扎 短时间无力回天 空 古战车隆隆作响 冲向火山深处 将被封印在里面的龙象修饰 扔到一个巨大的火山口之内 糟劳劳者的脸都绿了 这座火山处藏着岩浆 如同江海在翻腾 他疯狂挣脱 撕开镇压他的山岳 浑身都是烈火与岩浆 藤岳出火山口 然而骚包劳者绝望的是 一道剑芒狂飙而来 化作一头暗金色的巨大蛟龙 击中他虚弱的肉身 将其重新撞到了火山口中 啊 糟劳劳者痛苦咆哮 面孔无比的争鸣 他从未吃过这么大的亏 更何况被几个小辈针对 其尺大辱啊 糟劳劳者燃烧命轮底蕴 震得火山隆隆摇颤 但就在他刚刚冲出火山口 变时冷住了 空 黑色战车迎面而来 车咕入碾着他的大脑门 卡卡作响 头骨都裂开了 洒落一片血光 啊 你们这群恶棍 骚包老者快要疯掉了 抱着流血的头颅 面容凄厉的扭曲 血淋淋的砸到火山内 继而被无尽的岩浆给全面淹没了 空猛龙 不得不说 龙象竟一旦拼命战力凶猛 巨型火山在摇晃中都 崩出了黑色裂缝 整座火山险邪炸开 当他第三次从火山口里艰难爬出 战衣都被烧坏了 衣衫屡搂 光着大黑钉 凄厉咆哮 恨欲狂 堂堂龙象径 被折磨到这这等地步 也是没水了 你个龟孙 怎么还不死 大胖子从天而降 一屁股做断他的脊梁 又将他焦黑的残躯拎了出来 啪啪 左右两个大耳光 臭得骚牢牢者的残躯军裂 命轮跟着四分五裂 里面飞出十几株灵药 上百精灵胎石 大气 金家就是金家 随便一个元老 都能抖出一堆宝料 老六开怀大笑 今时不同往日 这些日子前修消化 节来的宝藏 实力尽不惊人 连起手来可以针对 普通的龙象径修饰 你们不会有好下场的 金家龙象被折磨得满身伤残 寒恨而终 今天他们迅速撤离 穿越一片片封锁区 渐渐向着深处行走 深处比不上外围 时而有强大修饰横过长空 在这里修行最弱的都是天人 属于龙象径刀手争霸的世界 许多区域雪流长河 堆尸如山 惨烈无比 今天脸色凝重 镇源洞天河等广袤 想要定位了起源台的位置 肯定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去探寻 翁 军天盘坐在山谷内 老六蹲在草丛里 向龙立在高山上戒备 军天神魂出窍 化作一缕青烟 他现在能日游千里 大范围展开搜索 时间一天接着一天过去 转眼尖快十日了 起源台所在地依旧探寻不到 反倒是挖出来一些灵物 老六的脸色不好看 耽误的时间越长变数就越大 他们没有休息过 轮番上阵 然而始终一无所获 这就非常恼火了 军天都快沉不住气了 两个小娘们 老六猛的一机灵 激动的眼睛都红了 逼吼道 是精灵和金玉 快抄家伙 将他们火捉了 快 第88章天接起源台 这片云雾缭绕的山脉 时故时有金家户伪出入 但是在山脉的深处 雾气很大 隐隐荡漾而出 棒薄而又伟岸的生命波动 像是巨大的骨兽沉睡在山脉深处 很长时间完成一次土纳循环 星空隐隐暗淡 天地有些昏沉 花草树木都有些枯萎 军天面色凝重 他们昨日就留意到这里了 这座山脉太大了 各地都隐藏金家户位 很难通行 纵然是老六的神秘古境 能量波动难以延伸到山脉的深处 但从这片区域的格局来看 里面极有可能是古矿区 事实上 古矿区给军天毛骨悚然的感觉 觉得自身的生命都能被矿区给吞掉 矿区神秘 也似乎具备生命 时而呼吸 抽走无量的天地精华 据拿到古矿区之内 自补内部孕育的奇珍异宝 这矿区太可怕了 像是巨大的生命体在修行 里面保不齐孕育出了大道密料 军天他们也红不已 但内心都清楚 攻打这片古矿区 完全是痴人说梦 特别是 他们注意到内部冲出的资源战车 有数位顶尖的龙象修饰镇守 神情冷酷 他们根本就结不下来 此时此刻 大雾弥漫的山脉深处 两位角色丽人走出 他们无论走在那里都是焦点 一个清纯动人 一个娇艳似火 这对双胞胎姐妹花得战力相当惊人 连起手来都能和龙象镜激烈厮杀 特别军天洞吸到他们的气息 隐隐扑捉到模糊的龙象威能 一定要拿下他们 老六满脸横肉乱颤 逼语道 他们都是金家的奇才 如果双双破关完毕 连起手来可了不得 抵得上顶尖龙象 再者说以后 他们的后代血统很是强大啊 可不能便宜经销这孙子 将龙不由得咧嘴 顶尖龙象何等恐怖 比普通的龙象可怕十几倍 一旦发起狂他们三个会被顺杀 活捉虽然有难度 但也没难度 军天摸了摸下巴 如果能将他们给活捉 比杀几个金力的影响力 还要惊人的多 军天圆圆尾随 很快发现金灵和金玉停了下来 姐妹站在一座高峰上 裙带飘动 因为飘舞 有种非凡的高贵气质 这里虽然距离金家矿脉很较近 但如果他们全力出手 短时间应该能解决战斗 带着女奴回归密府 不对 军天皱眉 她进入天人合一的状态 感知力飙升一大截 陡然间发现一道非常强大的波动 在向着金灵和金玉靠近 那是什么 老六都吃了一惊 远方似乎飘来一片星河 流淌星辰光辉 美丽的如同真实的星空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秘宝在运行 随着临近 她们这才发现是一个美丽身影 体态婀娜 富若宁之 有远离红尘的出尘气质 像是跨出洞天圣地的天之娇女 女子轻力脱俗 穿着银色衣裙 金灰点点 闪烁着星河光泽 仿佛漫天星河神沙洒落在衣裙之上 一一生灰 我的亲娘 这是星河神沙制作的衣裙 大胖子的眼睛都瞪直了 道 星河神沙乃是最顶级的重宝材料 那女子到底是什么人 未免也太财大气聪了 事实上 别说军天她们被镇住 金灵和金玉都满脸羡慕 星月洞天赫赫有名的星河战衣 唯有出身尊贵的奇才方能拥有 是她 军天拳头威幄 是个熟人 锦子轩 她破露了龙向镜 战力极为的恐怖 举手台族兼星河神盲流淌 如同立在星空下的星河贵女 气质不凡 金子轩是星月洞天大长老的后代 天赋超绝 体质强大 虽然不是天平起源者 但绝非等闲之辈能抗衡的 尼玛 多好的机会 老六愤愤不平 眼看着女奴要得手了 谁知碰到了洞天福帝的传人 今天的脸色殷勤不定 向龙也立起了谋字 芸汐是星月洞天的传承弟子 天平起源者 无论身份与地位都超过金子轩 金子轩既然来到了镇园洞天 肯定知晓金家在通缉军天 但从现在来看 三位女子彼此关系非常密切 有说有笑的 像是亲姐妹 军天不断提升感知力 想要探听他们说了些什么 只不过让军天心惊的是 景子轩微微醋眉 她似乎察觉到了什么 军天不再继续探听了 一行三人藏在水潭里 莫不作声远远遥望 姐姐怎么了 金玉金玉 巡视四周 道有什么不对劲的吗 没什么 是我感觉错了 金子轩略微迟疑 她拢了拢青丝 笑盈盈道 金霄哥哥托我茶的事 我已经办完了 他人现在在什么地方 金霄哥哥在闭关 短时间内你恐怕看不到他 两姐妹目光微微闪动 金子轩前些日子就来了 而他们是四次以金霄的名号 安排金子轩回归星月洞天一趟 金子轩对金霄非常痴迷 她自然不会有任何的犹豫 直接将有关祖上路的全部卷宗 从藏金阁里面带了出来 事实上 金家高层对军天有些忌惮了 觉得他进步惊人 战力无比可怕 如果军天是一位天平起源者 又和金家有话不开的仇怨 他们会拼尽一切将其斩除 永绝后患 但是对于祖上路 金家了解的十分有限 现在通过这些卷宗 得知千年前东神州大人物的身份 更弄清楚当年炼废的数位天骄的来历 那些天骄来历惊人 几乎都是各路军阀的天之骄子 不可思议 连他们都炼废了 更何况是军天 我想家族不需要为他的未来而感到操心 一个永远都成长不起来的废物 确实不要担心 闻言 金子轩不由得失效 这个军天 胆大包天到了胆敢和金霄哥哥对着干 而且还掌握真元洞天的传承 我若是有朝一日碰到他 定然亲手抓扑 将他送给金霄哥哥 金子轩承认云西天赋绝顶 修行速度无比惊人 但是军天不同 一更未来的废物 也和金家交物 索性不如斩草除根 以免影响到未来金家和新月洞天之间的和睦 此事劳烦姐姐了 还望姐姐为金家保密 金玉浅笑 小事而已 根本不算什么 况且现在也没人关注这些卷宗 金子轩不以为然 金灵妩媚一笑 依我看 姐姐还在古矿区做官数日 等我们将卷宗送到家族强者手里 估计金霄哥哥也出官了 如此甚好 金子轩笑了起来 这片古矿区属于天阶层次的 价值难以想象 当属于镇源洞天最强资源地 而长时间在里面闭关 他会得到莫大好处 金子轩飘然而去 金灵和金玉也欲空远行 军天他们连忙追了上去 而老六有些震惊的是 他们未曾离开太远 身影消失在天地间 这是虚空阵法 老六心惊 道 金家竟然花费大代价 以虚空命料在这里布下虚空阵法 难道我们要找的目的地就在这里 虚空阵法一旦开启 原本的河山会消失的无影无踪 等同于开辟出一片内天地 这类阵法的造价非常昂贵 不管这里是不是 这里对金家肯定非常重要 军天眼战神盲 道 你的古镜能不能动穿虚空阵 老六也说不准 但无论如何 他都要冒险一事 否则拿什么理由引各路军阀来攻打这里 扑 老六接连咳出十几口心头血 刺激的古镜散发出炽热的光 铁画出的模糊巨影 像是从混沌中走出来的可怕生物 古镜不知道以什么兽骨打磨而成 老六从未全力激发过 现在在大量灵胎石能量灌注下 模糊的巨兽走向真实 但结果让他们震惊 这并非什么兽影 是一个巨大的眼球 仿佛神灵的神童 银白恐怖 轻而易举可以洞察虚空奥妙 这古镜竟然是眼睛打磨而成的 生前是何等可怕 君天呆滞 这是我们祖上的至宝 应该和阵源洞天有些关系 老六脸色苍白 他的生命精血亏损不小 银色受铜散发出炽热的光滑 已经扭曲了虚空 可以监察方圆万里的一切地形图 直接将前方的虚空阵法都看穿了 真的是天机起源台 君天双目大征 古老的空间巨大辽阔 仿若洞天圣地 荡漾着无边的生命之源 如同汪洋碧海 简直能淹没宇宙星海 这太恐怖了 巨大的台面压在大地上 蒸腾着灿烂鲜灰 能量都形成了大龙 一条接着一条 贯穿消汗 昂昂昂 上千条精气大龙 环绕着巨柱生腾而起 它像是盘天的龙柱 耸入天穷 璀璨得如同大道神铁 燕燕生辉 在那灰红与古老的巨柱之上 似乎盘坐着一位古老的圣人 那上千龙气大龙 喷勃着沉淀的精华物质 归洒在它的身影上 金霄 老六颤力 能洞悉到它的可怕 已经积累下金氏的底蕴 体内都有真龙 巨像的巨大影子在显化 龙与虎伴随金霄 它如同化作巡天的帝王 恐怖到极点 恍惚间 金霄的身影似乎消失了 刹那间变得伟案无比 它似乎和起源台河为一体 享受阵源洞天无量岁月的积累 身影都变成大黑洞 第89章雪光之灾 军天它们三个呆落木鸡 皆是被银色受同呈现的画面给金住了 什么是底蕴 这才是志强的底蕴 夺天地造化 演化出一方修行圣地 金家大批的青年才俊 以及各路元老 正在盘坐在台面上喷吐能量 他们都得到了惊人的洗礼 修行速度突飞猛进 老一辈的元老都恢复了年轻的生命 向着顶尖龙象层次不断成长 毫无疑问 这座起源台已经让金家的底蕴 可怕十倍 如若在经历漫长时间的发展 可想而知未来的金家 绝非常人能够想象的 特别盘坐在顶端的金霄 如同俯视众生的黄金神王 能洞悉到它快要成功了 一旦身躯和起源台彻底合一 起源台就是它的了 鸿蒙是台红尾 蒸腾着大道鲜徽 已经有元老在进行悟道 体内传出缥缈不定的大道之音 甚至 今天看到了金元 他也盘坐在天穷之巅 在被无尽精气大龙洗礼 且以大量的地髓金元 在进行第八次脱胎换骨 金元都在颤力 虽然过程无比的痛苦 像是体质在断裂中重组 命轮在破裂中重塑 这让他已经兴奋到了极点 传说中的成就就这样达成了 八次脱胎换骨 堪称举世无双的奇才 至于第九次脱胎换骨 那才是真正的天人极静 然而纵观东神中万年历史 能做到这 斑斑手指头都能竖得清 九次他不敢奢望 第八次已经足以正式了 劈里啪啦 老六双拳紧握 呼吸沉重 这还了得 今天脸色阴沉 如果真的让金家顺利得到起源台 未来金箫的崛起 将会无人可挡 特别是金元 已经积累了金氏的底蕴 如果再得到真元果呢 命轮但凡进化 未来的他就是第二个金箫圣子 这是什么概念 一个族群两位至强的人杰 足以让金家辉煌万载 保不齐真的有可能性 重振振元洞天 事实上 目前来说 各大区域已经出现了流言蜚语 金箫消失的时间已经很长了 若非发现了起源台 难道他还能在密府冲关到嘉陵胎不成 目前为止 大人物都恨不得自展到嘉陵胎 闯入宝藏区拼杀 争夺造化 谁会傻得现在突破 听说了吗 今天出现在外围房市区 拉着一位女修饰白嫩的小手 神神秘秘道 金箫在起源台上闭关 修行已经到了深不可测的领域 你神经病吧 话还没有说完 女修士顿时觉得这话语非常耳熟 她扫了扫军天 脸色顿时古怪无比 这人似乎和昔日小镇上传消息的少年有些神似 特别 她还清楚记得 昔日这个少年如同疯子 到处胡说八道 闹出了不小的风波 但谁也没有想到 时间过去了数日 北极已经全面轰动 引起了滔天骇浪 镇源洞天真的要出土了 而唯有那片小镇上的人 清楚了解这件事 是一个少年暗中抖搂出来的 他可以说搅起来一场滔天风暴 金箫真的是皇家的上门女婿 女修士似乎想起了什么 连忙追问 神经病 今天不想和她说话了 这压的脑回路有问题 哎哎 你别走啊 是不是真的啊 金箫的老岳父到底是谁 漂亮的女修士一脸八卦 追着军天不断追问 随后 女修士猛的一机灵 刚才她说什么 镇源洞天的天街起源台 已经被金箫找到了 她当大眼眸 僵硬在原地 神一样的少年 说的话到底是真是假 听说了吗 老六降落在另一片房市 他肥头大耳 满脸热情 拉着一位老头子的手 不过老六刚刚开口 金阳德瞬间拉下老脸 要多难看就多难看 老六眼皮乱颤 什么情况 这狗东西怎么沉着老脸 是你 是不是你传出的消息 金阳德抓住大胖子的胳膊 脸色阴沉的都要滴出水 快一年了 他始终难以忘记 昔日那个神秘的少年 见人就说 听说了吗 金家挖出了震源洞天 什么 您什么意思 老六吓了一跳 也有些猛逼 特别面前的老者气息隐约恐怖 但蒸腾的能量波动派熟悉了 是金家的金文在运行 老六脸绿了 这也太倒霉了 果真 人不能一直走好运 以后收获了造化 必须让吞金兽打我一顿 有了血光之灾 才能化解霉运 老六差点喷血 如同被火烧屁股 一蹦老高 撒鸭子狂奔 有多远逃多远 啊 就是你 金阳德怒怒远征 低沉吼 你这个孽畜 坏了我族大事 老夫要把你抽筋剥皮 无码分尸 凌迟处死 啊 军天你个坑货 老六级吼吼的跑路 显然反应过来了 但没想到倒了八辈子的雪梅 更按骂这狗东西不去起源台闭关 没事在这里瞎转悠什么 金阳德主要负责在房市打探消息 他压根没有穿戴金家的服饰 但没想到壮大运碰到了消息走漏的源头 只不过 金阳德追着追着 脸色纵然俱变 他感到头皮发麻 难道起源台泄露出去了 听说了吗 金霄在起源台上做官 即将将起源台链化掉 听说了吗 金霄已经收服了起源台 很快和他老岳父联手运送回归家族 听说了吗 金霄链化起源台失败 寿命大损 十日不多 军天见人就说 特别他不断释放精神波动 展现出起源台上经销的修行画面 短时间引起一场地震 很多人都震撼得无以复加 特别某些军阀的后代 直接可以确认军天说的话是真实的 因为他们见过起源台 而军天投射的精神画面 符合镇源洞天起源台的面貌 巧有 你有雪光之灾 老道士不知道从哪里窜出来 穿着八卦道袍一脸严肃拉着军天的手 你才有雪光之灾 军天黑着脸 他以易容服录不断改变容貌 在房室里面传消息 不过军天纳闷的是 桥头老神棍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今天满腹无语的事 骗人也不换个借口 真没创意 巧有 你真的有雪光之灾 老道士面色凝重 满头灰白长发披散 神神叨叨低语 你自幼被恶龙缠身 时刻都在损耗生命 若没有本道以大法力进行化解 时日不多 没有几年活头了 你才有雪光之灾 老东西你在敢胡言乱语 信不信我抽你 军天说着说着没声了 他感受到了可怕的杀气 从远方铺盖而来 整片房室都阴沉下来 苍穹阴冷 杀气滔天 房室里面的羞氏都在颤立 远方有一批精锐战队压来 一个个像是神魔般冷酷 气血滔滔 只涨血两兵刃 可以横扫这片房室 放肆 你们是什么人 房市区内大批商盟高手 骑刷刷冲出 这里毕竟是交易区 没人敢敢在这里闹事 更别提领兵入内 不对 他们是金家的人 天啊 消息难道是真的 金销真的找到起源台了吗 难道他真的时日不多了 不可思议 这种事情怎么可能轻易传出来 金家高层莫非出现了什么叛徒 但不管怎么说 金家大动耽搁 看来起源台 他们真的找到了 快将消息送出去 快 很多人发出震撼性的声音 这让金阳得木刺欲裂 没想到大胖墩还有帮手 已经将消息散发出去 涂掉房市区 金家强者都没有这个胆子 完全是犯了大忌 况且房市里面 有不少出身尊贵的军阀后代 别走啊少年 你真的有血光之塞 别走 本道要传授给你无上选功 祝你问鼎巅峰 老道师迈着大腿 一点都不显老 他一路上狂追军天 还满世界嚷嚷着 像是个大神棍 满嘴不着条 你大爷的 算得还真准 今天恨不得踹死老道士了 因为他正在被许多人观望 身份瞒不住了 金阳得望向逃出房市的少年 双目绽放神光 绿形一门强大的铜树 很快洞悉了他的真实面貌 军天 他是军天 金阳得在心里咆哮 但是嘴角也差点裂到耳根子上 像是捡到了金元宝 无声傻笑 金家满世界搜捕的通缉犯 竟然就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 哈哈哈哈 他仰头狂笑 真的是踏破铁鞋无腻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 杀 给我杀 不给我胡捉他 千万不要损害他的神魂 金阳得低吼 镇压了军天两大天 接秘术导手 起源台不是金家 也是金家的了 轰谋 成百上千的人马甲周森冷 如同狂风暴雨 遮天蔽日 冲杀军天 刹那间 军天没心冲出一辆古战车 在虚空中迅速放大 军天站在古战车里 向着远方大地展开横渡 但是他背后的敌人太多了 成片成片的压来 已经有杀伐风暴击中战车 减缓战车的横渡速度 全力追杀军天 少年 你真的有血光之灾 老道士眼疾手快 抱着黑暗战车的车辜辱 身躯在风中飘舞 他咧着大嘴 嚷嚷个不停 第九十张筒破天 杀啊 吼声滚滚 震耳欲聋 金家阵容强大 杀来的既是金锐士兵 成片成片的都形成了超强风暴 遮天蔽日 喊沙声震天 大草原轰鸣 吼声都形成了阴波 满地野草破裂 汹涌澎湃 轰猛 古战车爆发出赤胜的光幕 战车迅速放大 环绕着成片的防御俘禄 源源不断阻挡碾压而来的雷霆风暴 军天力在战车内 果断复苏了破烂战衣 也不得不说 战衣提供给军天的密力更强了 看来是随着他实力提升 战衣的威能可以进行增幅 那不是元霸财主的战车吗 怎么落在这位少年的手里 听说金元霸失踪很长时间了 难道他被半路上截到了 不 金元霸喜欢炫耀 就算被截了也不算稀罕事 一些人在相互讨论 想起前些日子满世界炫耀的金元霸 对于这辆古战车记忆犹新 起源台出事的消息绝对是他传出来了 看来金家已经急眼了 房市哗然一片 大批的修士冲了出去 特别一些军阀家族的人面容狂变 这是足以轰动东神州的大事件 金家妄想独吞起源台 这谈何容易啊 房市里各大势力云集 更开设了交易摊位 就算金家想要灭掉这片房市区 也心也无力 现在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离去 一定要活捉他 金阳得脸色阴冷 得到了完整的震天印 震源洞天的一切都是他们的了 消息泄露又如何 一切都能弥补 杀啊 喊杀声更为激烈 成片的战兵技出命轮 释放出最强大的战力 向前进行镇压 啊 一声凄厉的惨叫 老神棍被抱住车咕噜 他震落在草原上 进而身躯被后方追兵踩踏而过 像是一条颤抖的癞蛤蟆 悲惨无比 少年 你算得真准 老倒是披头散发 满脸血污 他差点被踩死在草原上 疼得嚎啕大哭 泪流满脸 杀啊 活捉他 他是我足崛起之希望 大军出征 寸草不生 一望无际的草原 任由古战车的速度再快 短时间内也难以横步离去 已经有一匹秘宝在复苏 骑刷刷轰向古战车 覆盖战车的符文都解体了 战车被打得猛烈摇晃 也幸亏战车的材质坚硬 虽然未曾崩坏 军天被镇的头昏眼花 他现在只能期盼着 迅速离开大草原 以遇见数逃出升天 当然 军天掌握老六给他的顿天符 不过这枚符路无比珍贵 不到关键时刻他不舍得启用 军天 你是逃不掉的 金阳德寄出一个古镜 射出万道金光 镇的古战车险些砸在地上 空 突然之间 远方大地 蒸腾出一道璀璨的剑芒 撕裂云层 贯穿了苍穹 什么鬼 军天吓了一跳 突如其来的剑芒太过耀眼 如若展向自身 密宝战车会直接解体 更能将他给活生生撕成粉碎 他顿时头大如斗 剑芒已经在爆发 竟然横贯了大草原 茫茫万丈 只不过却避开了军天 展向后方铺天盖地 追击他的金家战队 空谋 巨响炸开 成片低势冰连惨叫声都没有发出 肉身破裂 被绞成粉碎 洒落下漫天的鲜血 染红了草原 不好 金阳得脸色狂变 因为暗中出手的强者 正是前段时间 猎杀金家元老的超级狩猎者 谁也没想到他再次出现 身影力在虚空中 模糊一片 但挥动的剑芒 璀璨得像是九天银河降落 辐射而来 形成了剑气汪洋 阿布成片金家的战兵心生恐惧 他们如同豆腐般 被可怕的剑气笼罩 似乎坠落中剑冤中 肉身破裂 无力抗争 即便有龙象镜的修饰 也难以阻挡如此犀利的剑芒 被震得大口渴血 砸在草原上 命轮都出现了裂痕 混账 金阳得双目雪红 唯有位列龙象榜的顶尖高手 才有资格将其镇压 但金家的核心成员 都在起源台上闭关 房室内的修饰颤厉 什么人如此肆无忌惮地出手 完全不计后果 胆敢向金家挥动屠刀 金家这是走了什么霉运 矿区被劫走了 起源台又暴露了 哈哈 我看是金家没有足够强的足运 吞不下这等造化 这就叫做天意如此 天街起源台都能泄露 估计金家高层都会集体吐血 难以想象未来的几天 宝藏区会杀成什么样 滚滚的剑芒横断大草原 截住了金家金瑞士兵 金阳德已经无力回天 只能眼睁睁看着军天消失在视线中 是徐沁导师 军天虽然已经逃出很远了 但是能隐晦感知到 出手的人暗中在复苏镇域建 放眼北极大地 除了掌握镇域建的徐沁 谁还会站出来相帮 军天的心情无比复杂 曾经差点死在徐家的资源地 更被徐云松当作物品 残忍赖给了金家 当时的军天真的感到绝望 军天叹了口气 徐沁刚才未曾传音告诉他身份 或许心怀愧疚 我又能恨你什么呢 古战车消失在草原的尽头 闯入原始山林中 他走了 红维雨冰冷的虚空中 徐沁凝望着军天离去的备用 旁边的徐家老七叹了口气 后生可畏 难以想象他到底是怎么看清楚金霄在起源台上的修行画面的 事实上 若是没有老六的神秘古镜 想要攻下矿驱 或者弄清楚起源台的位置 等于痴人说梦 此一之后 金家肯定会不惜一切代价 追扑军天 举沁满脸的担忧 谁都没想到金霄真的发现了起源台 这也证明一件事 金霄对镇源洞天的了解 超出世人的认知 军天已极快的速度远去 赶往会合地点 他估摸着很快就会发生天大的事 故此他们远远离开这片区域 逃向更深处 但是军天始料未及的是 金家未曾做出任何的反应 甚至大批的人马蜂拥向镇源洞天的深处 这是要干什么 结果只有一个 金霄快要成功了 老六脸色难看 他能感知到 弱大的镇源洞天 气氛变得无比的压抑 这是狂风暴雨来临前的征兆 该做的我们都做了 接下来就听天由命吧 今天脸色凝重 金家不可能坐以待毙 也绝不会轻轻松松让出起源台 这毕竟能改变他们族群的未来 这一战如同打赢了 金家肯定飞黄腾达 成为东神州炙手可热的超级势力 空猛龙 夜幕降临 镇源洞天的外面非常不平静 有绝强的强者在复苏 气血都形成了巨龙 贯穿了天穷 淹没了大血缘 杀气如海在蔓延 因为这不是一位在暗中发威 一位接着一位绝顶强者身形模糊 像是盘坐在混沌中的古老神奇 眼神杀一刺骨 压得是人都在颤力 天啊 这是要爆发超级大战吗 绝顶强者在复苏 这是要准备强行攻打镇源洞天吗 就算金箫已经炼化了起源台 各族绝不会轻松让他们运送出去 一些受援干涸的老人物都心干欲裂 事关最强资源 就算是族群尖丝破裂 他们也不会让金家得偿所愿 举世才是多少天接起源台 更何况是镇源洞天的起源台 金红天头皮发麻 背后冷汗横流 快要承受不住 金家已经来了一批强者 但面对各路军阀的暗中震慑 他们都预感到了灭族的大祸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特别在后半夜 苍茫的血缘都在发抖 众生在颤力 大人物都承受不住 心生恐惧 似乎觉得这片世界都要蒸发掉 大到圣宝在复苏 一些军阀的掌权者都瘫痪在地 特别金家来的强者全部头大如豆 觉得这片血缘都要蒸发掉 所有的强者会被顷刻兼击沉 任何一宗大到圣宝 都是传承漫长岁月的至强兵器 承载无穷大到爆发出来 足以击沉这片区域 老一辈断言 如果有某个势力不计后果出手 以大到圣宝开到 应该可以打入镇圆洞天的内部 强行将起源台带走 里面没有打起来 外面倒是乱了 今天都感受到可怕的威压 似乎要以雷霆之势压向镇圆洞天 当然这是在试探 还未曾彻底酝酿出可怕的一击 显然不太确定能否直接压制住镇圆大阵 降龙惊呼 没想到他们引起一场超级大风暴 比他们预想的都要严重 妈的 事情怎么会闹那么大 老六擦了把冷汗 他们不希望发生这种事 一旦外面的老怪物打开镇圆洞天 而这片世界会成为大人物博弈的战场 年轻一辈的龙象镜都很难站住脚 更别提他们了 个小如蚁虫 微不足道 今天脸色难看 他们还指望浑水摸鱼 争取更多的修行资源 自然不希望外面的老强者闯进来 否则有些得不偿失 神一样的少年 举世 特别想知道消息是水桶出去的 外界已经炸锅了 他们远远看到了 一宗可怕的质宝在复苏 像是志强的巨兽在觉醒 流淌亿万神光 压在镇圆洞天之外 这是要准备强攻了 天啊 杀疯了吗 一日 一股杀意席卷天上地下 从深处传到了外围 惊得他们屁股发寒 杀 上百顶尖龙象联手 冲到了起源台区域 引发了惊天地气鬼神的大战 虽然都是年轻一代的 但有惊世人杰出关 连起手来阵容强大 显然他们已经得到家族高层的 首肯 可以强攻 真的打起来了 金家竟然选择死守 和各大势力火拼 看来金肖快要成功了 今天都隐约听到了喊杀声 厮杀得太激烈 死的人肯定数不清 不知道会如何落幕 上张笔物 把金清写成了金元 又括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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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